大家好,我是美玲,欢迎收看第一时间 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国内的疫情和民生现况 然后再讲一下习近平的应对措施 以及他和中共可能面临的最终下场 据《大纪元》报道,近两三个月 中共军队多名官员失望 但中共军方延迟通报 其中包括中共前陆军指挥学院院长周川 前第二炮兵郑伟李同茂 总参谋部警卫局前警卫秘书孙勇等任 而孙勇曾是毛泽东警卫员 12月29日,中共军部称 政兵团职尼有官员 陆军指挥学院前院长周川因病医治无效 于11月9日在北京死亡 周川,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期在军队做政治市场工作 还曾任中共军队总参谋部防化部副部长 国家地震局政治委员 总参谋部动员部副部长 调查研究室副主任 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等 1988年获班中共中章军衔 还获中共军队独立功分为余章 前属军部同日还披露 北京维书区政军即退休官员 前陆军后勤报部长韩志兴 因病医治无效于11月5日在北京死亡 中年64岁 北京维书区政军即退休官员 第二炮兵52基地 前政委李同某因病医治无效于10月28日在北京死亡 中年78岁 李同某196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是女政委第二炮兵第51基地 政治部主任郑伟等 除了前述中共军队官员外 三华社11月清 今年10月13日 赴大军区即尼邮官员 前总参谋部警卫局 警卫秘书孙勇的因病 医治无效于北京死亡 孙勇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是朱德警卫员 基耀通讯员 毛泽东警卫员 副卫市长等 还曾是中共军队总参谋部 警卫局副局长 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等 1991年进升为中将 还获中共军队独立公分为宇章 一个个效忠党国的中共美人高官 军队高级将领到相计死亡 更不用说众多百姓啦 很多地方的荒舱改建停私房 北京殡员馆的火化炉都烧塔啦 甚至有些名人死亡后 都找不到正规殡员馆火化 只能求助于私人火化墙 才找到些地方将老人的围体烧了 使这些生前享受荣华富贵的中共政权 的追随者和鼓吹者感叹死亡葬身之地 哭着问这个大国还有救吗 真是想大哭一场 上海最近疫情又起 出现了首都北京一样的惨状 有上海居民被逼得差点就在小区里面 将因中共病毒死去的亲人烧了去呀 河南的一个棺材店老板开心地说 这一阵子家班家怎么做棺材 生意太好了 这天天一送一天一送一天 三天卖十把 五天六天是多个 六天然后那天是八个 二十八加八 三十六 这不是开玩笑 这是可是整领着 这边之前放十几个 你看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卖完了 这楼是家门家的 这个刚做的 见证了这桩桩人间惨状后 疑似红二代 愿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彭珍的仪式也发问兇诉 自疫情爆发以来 中共领导陈的无能和失策 文章还用他 代指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封刺其无能 亲自捉什么 什么就完蛋 还有网民发文感探话 今年人们过得太难了 除州铁链女 其实亦关注亦没有 还他一个明明白白的身份 毫不谋事的女子事件 各地中小学生失踪事件 胡饮雨事件都是不了了之 还有前十二个月的风控 造成了多少人道悲剧 多少人失业 穷到活不下去 终于在十一月底仍来解封 估不到是更大的灾 现在的疫情 还一眼望不到头 穷不穷都是其次了 能够活下来才是硬的道理 你看下 活着这个底线要求 如今变成了人们的唯一希望 在今个星期二 中国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 在会上继续为中国的防疫政策辩护 大唱赞歌 他说三年来的实践 充分证明中国国家的疫情防控策略政策 符合中国国情 科学有效 得到了人民的认可 竟是历史检验 不过该名官员 并未就中国近期突然改变防疫政策 造成民众缺医少弱 无数人群肺部受到感染 医疗系统崩溃等 突发等事件 引发民间不满做出回应 终日正经评论法推说 2022年对冤集来说 本该是美好的一年 是他成功取得三年任 但向权力顶峰的一年 但却成了他胜极而衰的一年 和五美习陈的一年 成为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的 寄思道质以 拍下习近平皇帝的新衣为题 评论现在很明显 他被很多人视为一个横顾 无情和不太有效的独裁者 无论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发生什么 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作者缓人中国数字时代 创始人小强的话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 而搞什么就差什么的 著名烂尾大师习近平 又做了什么呢 据中共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6日至27日 召开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发表讲话 会上他再度重新习思想 两个确立等 习近平说 必须实行坚强有力的 集中统一领导 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 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等 会议称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成员 亦对照检查发言 一天点评 早一提出要求 并提出 对重大决策 重大事项 重要情况 要向中央情侍报告 为什么听起来有些耳熟 今次文革期间 向中共党魁毛泽东的 早请示范回报 他还在近日主持农村工作会议期间 提出了多个充满无时代 政治运动色彩的经济口号 比如要有罪引渡 大学毕业新道向 能人回向 努民工返向 企业家入向 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让其留得下 以及提出类似大跃进运动期间 类似某产万斤的口号 要实施新一轮 浅亦更糧食 产能提升行动 有观察人士分析 外界不能够对中共高层提出的 重振经济的新措施有任何期待 因为这些政策毫无操作性 都是异常天开 难怪有网友感探话 事实充分证明 习近平所说的收放自愈 不是治理国家的能力收放自愈 而是面皮厚得力收放自愈 资深媒体人石山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说 习近平恐怕走不到 发动民族主义战争的地步了 能够久言残喘两三年 已经是习近平最佳的结局 这次习近平将进行最后一个大型难尾工程 就是中共倒台 我们认为石山的分析绝对不是空越来风 英国著名通灵预言家 柏克近月来 凭密发表对中国大陆政局的预测 他在2022年12月初的最新预言中提到 香港会在未来走向独立 大陆各省自治 中共会倒台 中国挺过黎明前的黑暗 将迎来永久的和平时期 柏克说很快 香港还会有第二次的抗争 而且在那个之后 中国会有更大的革命接触天安门 天安门的一个建筑将会被违歪 或者那就是触发大革命的象征性标志 柏克亦预感到未来中国会重新以省份来挖分 而且各省就此独立的国家一样可以自治 同时还有一个中国政府 但是各省分别有其自治权 明明之中柏克提到 对于全世界来说 2025年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中国的这场抗议最终会以非常好的方式结束 希望如此中共必望 好了 今天的第一时间又要和你说再见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你订阅点赞并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